Hello 欢迎大家又来到嵩仔和嵩太的频道 很多谢大家这几天对我的祝福 因为我有一天就没有出片 没有出片之前 嵩太就把我病到死了的样子 就拍下了板上YouTube 提醒大家今晚你不会见到她的了 她还没死 是的 我还在生的 我今天好很多 昨天大家听过我的声音 都还有一些 挖满地 挖满地 所以我觉得昨天 我不是为了保护过嘉宾 令她不需要 是我保护我自己的 因为我怕大家看到我的样子 吓死了 吓死了 没什么面色 梳也没看的那种感觉 这段时间大家真的要注重一下身体 因为我发觉 我现在鼻子还有一点萌 真的有一点沙 是的 因为外面现在介乎于敏感的症状开始 再加上又下雨又热又冷又跌又冷的交叉 又大风 是的 那我身边有很多人都病 那我之前去曼赛斯特 有些人又病了 接着我见到那些亲戚 他们又病了 接着我就不知道是怎么样 就惹到那些病回来 那本身想着会没事的 因为我去人多的地方 我已经醒目了 我见到那些亲戚的病 立刻戴上口罩了 谁知道是没有帮助 你不用避免的了 你身为宋太的特异功能就是你首先要有比我更加强的抵抗力 因为我病了 所以他就没事了 那就要照顾我了 至于药方面我也是没有看医生的 我现在四天好一点 我今天睡了很多 因为真的很累啊 然后我有朋友给我烧炎药我吃 我知道是不应该的 就是不能乱吃烧炎药的 但是那只烧炎药真的很厉害 是吃完一粒 立刻个人好回50% 但是那些没得卖的 在英国没得卖的 我都是 加些什么存货就贡献一下 我知道是不应该的 但问题是他散却了你去NHS牌 看症那些时间多很多 还有其实他最后都是给你的 所以就看你个人 不吃都会好的 不过会辛苦一点 就是个人选择这些完全是 那很多谢大家 我收到三百多个短信 叫我快点好回 但是我就没有逐一去给心心或者回应 因为这几天都是休息为主 所以就没有太多的那些网上的交易 但是呢 就有另外一件事 我是想跟大家讲的 讲起来我自己有点尴尬的 那就是呢 话说呢 是 Nottingham 他们一个叫做灵道的组织呢 就是本身在Nottingham 有搞开市集啊 年宵啊 那之前呢 我们都有一些音乐会呢 就是表演的项目呢 都有和他们有 Cross Over 合作过的 那他们最近呢 就是前一两个月呢 就问我 喂松仔你有没有兴趣呢 就是做一个show 那样 那就是 一个香港人的音乐会 那我就说OK啊 那你有什么idea 那他就说希望呢就是这个主题呢 就围绕回是 就是香港人的集体回忆 那就是一个 这个solar 这个poster就在这里 那接着呢就在4月21号呢 就是星期日来的 就是下个星期日 那下午两点钟 今次呢就会在八明汉那里举行的 八明汉市中心 那就一间呢就叫做 不同烧烤音乐酒吧 里面呢举行的 叫做 Phoenix Live Music Restaurant and Bar 那就这个show呢就 那你见到我的衰弱在上面啦 那就 不是全部100%都只是我的 那另外一队band呢叫Can Tonic呢 那就会和我们是Cross Over 这样的 那但是呢就这个show呢就 都挺多是我的Performance啦 就主要 就是今次我想算是 那么多次来讲 最多是我Performance的一次啦 那么这个show 就是围绕着我们的熟悉的年代 那么他们呢之前有搞过 张国荣的致敬音乐会这样的 那都是一个主题在里面 那么我们这次呢就以2000年的歌曲为主 就是呢 如果大家移民来英国的话呢 其实很大部分人呢都会是 我们这个年纪嘛 或者比我们大一点点啦 主要是我们这个年纪是比较多的 那么我们这个年纪 听音乐的那个时代呢 就是譬如你去加州红 加州绿啊唱K啦 那个年代啦 你看看音乐呢 就是我们今次的主题啦 就是我希望呢 这个音乐会呢 基本上歌单我们转过了 除了我自己那些歌之外啦 其他的那些歌呢 你都应该是100%是听过的 那而且应该是都非常之耳熟能长 那希望可以 就是大 一起唱 是的 不要害羞 所以今次 今次 今次的音乐会主题就叫 会唱一起唱 大家千万不要害羞音乐会啦 那今次就 因为我背重飞啦 柱南下海 那就希望大家会多多支持啦 那今次有个收费的 那就是15磅一个的 如果到场买的话呢 就要18磅一个 那但是就包一杯饮品啦 那也都没有年龄限制的 那需要付钱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 我们有不同的那些乐手呢 那他要自备那些乐器啊 还有我们需要花时间去练习啊 租Bang房啊 那其实就是 因为那个场很大的而已 那个场是说可以 加州60至80人左右而已 就是depend on 买票的情况啦 那所以其实 就是就算收回来所有的那些 那些票的钱呢 那有一部分就会去了 那个酒吧那里啦 因为那个酒吧是需要提供的 饮品和场地啦 那另外就是 其他的乐手呢 那他给他们一些居马化 那就是这么多而已 那所以希望如果大家有兴趣看的话 就是喜欢音乐的 那都可以踊跃点支持我们的 那今次特意选择在八明汉啦 因为很多时候呢 我们做一些表演呢 都会去了曼征斯特 又或者有些人呢 会选择在伦敦 那但是经常都会忽略了 八明汉的观众的 那所以希望今次如果呢 在八明汉是搞得成功的话呢 那有机会再去其他城市 那但是现在未知的 那即是第一次呢 其实那压力很大 因为都不知道 究竟会有多少人会去参与这件事啦 又或者大家可以当是一个 见面会啦 因为我从来没搞过见面会啦 那所以如果 就是 给面上面的话 那我们一起去一个开心的下午 那所以特意选择星期日 就是大人小孩都可以参与 那场地时间地点的详情啦 和买票的连结呢 那我会放在这条片的 description 和置顶的留言那里的 那另外呢 IG Facebook 和这个 YouTube社群上面呢 也都有相关的资料的啦 那希望大家拥有支持我们啦 好啦那讲讲今天第一宗 想和大家讲的新闻啦 那就因为 话说我今个星期是病啦 所以就有少少outday了 今天这一两天呢 才看回再之前的新闻啦 那见到有一宗呢 就有网友在 在WhatsApp group里面讨论的 就是呢 有一张这样的照片 那就是整架车呢 是飞了进去人家的屋里面 好像被人插了进去那样 是啊 好像是放进去那样的哦 那这些是什么事呢 那就话说呢 在这个 Twickenham Twickenham就是在 Southwest London 近Richmond那边 Richmond那边 都是贵区来的 那一堆 那那里呢 就有一间屋 就下午五点钟的时间呢 就接报呢 有人呢 就整架车就飞了进去人家的屋那里的 那就据说啦 据现场的市民所讲呢 就是有一个女人 那她就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 那她就当时 拿着一辆2011年的一辆Honda 那这辆Honda呢 她当时是想泊车 泊车可以堆到上去的窗 是啊 她可能是有门当脚制踩那类型 是 当时呢 网上就说她可能是按错键 那我不知道 一辆11年的车 怎样可以按错键 可以飞到过去呢 不是 飞到过去不是个问题 但是她怎样跳了上去的窗上 是啊 这个才是一个奇怪的地方 就是你就算是老人家 那好啦 你当有门当脚制踩 那你要泊车的时间 理论上的冲力都没理由 大到辆车可以跳起的 还要跳起了一米 刚刚好离开那些砖 跳起了一米那么高 那这个是一个很夸张的一个一个scenario 那我上网查一下那条街 因为上网有给我们的地址 那我就上网查一下那条街 我就发现了 她那间屋呢 是有被人这样冲过去铲入她的危机的 那这个就是她的地图了 你见不见到呢 她那些屋呢 就是低了一级的 还有呢她门口的位置呢 就泊了车 那所以呢 有理由相信呢 可能她是想泊这一辆保马那个位这样算 那应该就是保马这个位 那她就想泊这一辆Honda 进去这个位的时间呢 就一下炒过去 那就是飞越了 那个凹下去的那个位置 就跳了进去的窗 因为她中间是凌空的 那这个就是个原因了 那所以好彩地呢 就是当时呢 这一间屋里面呢是没有人在那 那所以就没有任何人受伤 但是你想想 如果你在一个厅那里看电视 下周五点多 死了了 死了 真的会死了 那所以是很危险的 那但是这个呢 就很难避免的 就是你不知道有哪个痴线的 会这样撞进来的嘛 那但是如果你说 那你拍车怎么会踩油 踩到那么厉害 你说要避免跳起的话呢 那我觉得就是大家买屋的时候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你不要买一些屋呢 是可以车可以直冲到来 譬如那些 就除了你自己的屋 是的 自己的车 譬如刚才有这样的scenario 就是你是泊车门口 泊车很容易就可以踩到进来的 尤其是如果你凹了进去的 就perfect 那perfect angle 让一辆车插进去你家的 那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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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想过 是 我通常 我帮人买屋的时候 就很少这些这样 凹了进去前面泊车 前面泊车有的 有的 不过是打环泊的 很少就是这样对着 是因为有时候真的很难避免的 因为你买屋的时候 你还要选择那个泊车的位置 其实是很难避的 是 但是譬如有些三杀位就不好 譬如是 你一条大斜路冲向你的屋的 然后你家的 T junction 对着T junction那间 你家的T junction进去 最不安全 那你就危险了 就是你家屋前面就是T junction 左和右 然后上面一条大斜路冲下来的 那些你就真的需要避免一下 那讲起屋呢 香港人就喜欢住海景楼的嘛 是啊 就是越高越好 看到越阔 背山望海 背山面海 这个最漂亮的风景 是 但是如果你家屋是这样的状态的话 那你就真的不要买海景楼了 够不够海景 不是 在英国呢 海边 你住得太近海边 其实很危险的 因为譬如这间屋这样算 它就是在Norfolk的 一个海边 那这间屋呢 就因为它周围那个地下有erosion 是 那就一路被侵蚀侵蚀侵蚀 侵蚀到呢 直接是有间屋有角落头呢 都已经是凸了出来 凌空吊住了 那这间屋呢 其实是18世纪的 已经存在的一间屋来的 我想相信 即是那时候不是海边 不是边皮 当然不是这样 你看它的切割口 那个岩石的切割口 那么新正 可能它这一部分 其实以前全部都是草地 即是可能它之前 周围都是屋 是的 所以这个问题就在于 你不知道它会侵蚀得多快 以及侵蚀得多入 是 所以其实凡是海边的楼呢 都有这样的危机 这个景色应该挺漂亮的 而且这间屋呢 原本是价值四百千 即是四十万英镑 是的 但是一百年的时间呢 就用一百三十二千 即十三万二千英镑 奥充了出去的 是的 就被人买了 至少由四十万英镑 跌到只剩下十三万二千英镑 是的 到现在呢 这间屋呢 已经是完全不值钱了 是需要整间拆掉了 因为呢 再没有银行呢 是会愿意 Mortgage 给它 它直接是 那怎么办呢 没有了一块 因为另外 另外还有一张照呢 那个角度拍出来呢 是更夸张 我给大家看一下 即是这个位置呢 是好像 它就来跌下去那样的哦 哇 它有三分一间屋呢 都是处于 没有任何支撑的状态 我想它其实呢 在这个右 即是右上角这个位置呢 凌空的位置呢 其实已经做了一些support的了 是的 要不然它这一部分 都可能已经跌下去了 你想想 那间屋会出现 几多subsidants啦 还有你每一次 风贵 有storm打过来的时间 哇 你都很害怕 你住在那边真的很害怕 下雨那些 是的 所以大家 即是在英国呢 你如果住沿海城市 其实都 不要说真的贪它 贪它近海呢 因为都很多问题的 因为你住这些屋呢 你不是香港那样 是石屎高楼大厦 那个地基没有打得那么稳 是的 因为没有地基可言 基本上 那然后你那些风吹过来的 你的雅仔呀 那些玻璃窗呀 那其实是容易爆很多 那所以我觉得 就是大家买屋的时间 你千万不要为了个海景 而去牺牲那间屋的那个 那个stability 还有刚才跟你说的 它是麻烦的 它现在那间屋要拆掉了 嗯 但是那个地都消失了 是的 那即是变成了你就算 free hold了那些地都好 都没有了 都没有了 变成了一个空 那些地不存在 空气 你走过去海边那里 你见到一个懸崖 懸崖对出四个meter 这一部分呢 都是属于磨的 这个八卦 是的 只不过现在完全不值任何钱而已 好了 第二宗新闻呢 要说一宗呢 就是今天都挺轰动的 就是所有媒体都有报导的 就是这个工党呢 就打算如果他上台之后呢 他要再度更改英国的税制 尤其是针对这个浪当 就是我们之前经常都听到的汇入制 汇入制呢 坊间已经有很多 一个桌上的YouTuber 还是一些blogger 都有解释过 它里面的detail是怎样的 新制和旧制有什么不同 这个呢 我不再在这里detail和大家讲了 但是问题就在于呢 工党今天发布的这个言论呢 就会有机会影响这个新的改变 在新的改变的情况下呢 就是之前十五年期呢 就一律改成四年期啦 是的 我最struggle的地方呢 就是如果现在已经来了 那已经是用着这个汇入制的 已经是non-dom status 那25年才开始这个新的制度 就将它由15年cut到变四年 是的 那现在已经用着那批人怎样呢 那根据我在坊间所搜得的资料来计 这个现在用着那些人呢 就将会是由他开始用那一日开始计 就是比如你是21年的1月1号进来 那然后你去到25年的1月1号 其实就刚刚好四年 是的 那你已经不符合资格这个non-dom status了 你的所有收入呢 不要算你海不海外 你全部一律都要给税了 就是打后之后就要给税了 如果你是23年1月1号才进来的 那你到25年的1月1号 你只是过了两年而已 那两年就是还有两年期呢 你是可以将海外的资产 运进来英国 而是不用收税的 嗯 之前和现在最大的分别就在于什么 之前的收入呢 就是你在香港或者在其他国家的收入 只要他不进来英国呢 头七年都是不用给税的 第八年至十五年 因为每年有一个限额你要给 三万宝一年 六万宝一年 你越后就越给得多 是 定额要给的钱 也都不可以享有英国的那个税务优惠 嗯 现在新制度呢 最大分别就是头四年 我说你拿不拿进来 总之就不算你钱 你告诉我就可以了 是 只要你开成报工告诉我 你有这个收入 那你进来英国也好 那那笔钱头四年都不算你钱的 嗯 但是大家第一件事 make sure 就是 是由你进来那天开始已经算的 嗯 就是由于你二五年 在一个新的税务季度才开始进来的话呢 就由那时候开始算四年 但是如果你之前已经进来的话 你之前那一段时间都算在那四年里面 这个大家要留意清楚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呢 就是工党今天那个新的转变了 就是如果我已经不符合这个四年的制度 英国政府本身在一个保守党 上一次在这个财政预算案宣布的时间 就讲到明说 如果你譬如刚刚很不符合的 它头两年呢 就给你50%的税务优惠 就是譬如我刚刚过了 我已经住了四年 那么第五年我就要交全税了 但是本身我是有十五年宽限期的嘛 现在FORSEN变成只有四年 那么我突然间没有了 是啊 那么不要紧了 你那些人呢 只要你 within那十五年的 range的人 嗯嗯 你仍然是non-dom status的 就是到二五年四月开始 这个新税制的时间 你仍然是non-dom status呢 那么它就会给你一年的税务优惠 就是你那一年里面 你拿进来英国的钱呢 是全部50%off的tax 就是它会计算你税 但是计算你一半的税 但是今天Labor公布的东西呢 就是说 当他们上台之后 他们会将这个50%off的优惠呢 会剪掉它 是会变成交100% 所以呢 就是香港人就要留意 尤其是 现在已经来了那一批 嗯 尤其是最早来那一批呢 是最受影响的 如果你最早来到英国 你一开始已经是claim着 这个remitting basis的 就是这个non-dom status 嗯 然后你一路用到去 二五年的四月的时间 那时候呢 应该就 要选举要变天的话 就已经变了天了 是啊 你就会即时失去了 这个non-dom status 往后的所有钱呢 全部100%都要计英国的税率了 那工党呢 在他们的声明里面呢 讲到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就原因是呢 21年至22年的税务季度呢 就发现了 英国市民 撑政府的税收呢 跟英国政府 应该收到税收呢 中间那个差额呢 是达到360亿英镑的 那然后呢 政府呢 就算是之后 再努力去追回去都好 他都只是能够追到 大概10亿英镑而已 那所以呢 为了去将这个 税务的tax gap呢 是缩小 那这个工党呢 就打算将保守党 政府的时间围流下来的 一些漏洞 一些loophole呢 就全部封了他的 那我觉得保守党本身做法呢 是 他希望你会带些钱 进来英国 那就是如果你肯 50%off的税率 你肯带些资金来英国 在英国这儿投资 在英国这儿使用的话 那你从而某程度上是增加 帮回这个经济 那但是工党很明显 就不是这样看的 他觉得是因为你的政府无能 你没办法去收回那些 你应该收到的税项 就是因为你有那么多的漏洞在 那他就说呢 在这个新的税季呢 25年之后开始呢 在Parlament会议结束之前 他需要囚集到6至7亿英镑的资金 就去资助这个NHS的人工 和学校的这个早餐 breakfast club 就是全部学校都有breakfast 可以吃免费的早餐 那为什么他们会突然间 有个这样的改变呢 原因就是因为呢 在保守党 现在这个新的财政年度里面 公布的这一系列的新措施 其实某程度上是偷了这个工党转的嘛 我之前有说过 是直接搞了工党的转换 但是后面呢 就tweet了少少的 加了一些税务优惠啊 就是优惠一些 可能投资人士啊 做生意人士啊 在香港有多钱 是收入的人士呢 让他们可以 就是容易些 将这些钱打进来英国 从而就在英国消费 但是又达到一个 好像又减到税这样的感觉的 嗯嗯 但是工党就不同意了 他认为你要收的税 就一定要收足100% 那所以呢 其实我们之前呢 如果你说很详尽去解释 整个non-dom status的改变 大家要怎样计算 譬如你海外资产 或者你要卖楼啊 或者将它汇入来英国啊 什么时候应该做这件事啊 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啊 因为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你不知道它会改多少东西 他想怎样 是的 他第一步现在今天宣布的呢 折牙膏式的方法出 他就告诉你 是这个50%off的优惠 那两年宽限呢 是不存在的 就是当他们一上台之后呢 是的 那样东西就会没有了 另外还有一样东西 他都有讲到的 譬如是这个遗产税那样 嗯 其实之前很多英国的YouTuber 都有教过的就是 就是如果你把遗产是放在一个trust那里 是啊 再由个trust的继承人是个儿子的话呢 嗯 那整个trust里面的所有资产 都可以不用计算遗产税的 那但是这个呢 也是保守党执政的时间 为流落来的一些漏洞 他也都说他会全部close了去 就所有遗产税 计算的税率就和任何 你无论trust不trust都好 他计算的方法和税率 都是一模一样的 甚至乎会比现在再高一点 就是本身大家在叫 会不会遗产税可以取消 因为这个是二次征税嘛 本身已经征了税的收入 为什么又要再征多一次税呢 他今次如果工党上台的话 他不单止不会取消遗产税 他还有机会会将他向上调的 那另外就关于这个non-dom的status呢 我真的很建议大家 你可以去了解清楚他的条款 就是上网看多些不同的资料 因为其实真的 政府提出来的文件 其实真的有限的 也都需要有一些专业法律的人士 去讲解他里面的条款 不同的人 不同的阶段 他的status 都可能有少少不同 但根据现在的情况来说 最影响的人 就是已经进来英国 而且同时之间 也都在报这个non-dom status的人士 其实他的资产 就要尽快去调整了 因为如果不是到工党上 其实基本上现在的大限 就不会是由25年之后开始 你要当他是25年4月的时候的税制 那时候就已经会有不同了 因为到时由工党执政的话 他大可以直接取消non-dom的status 因为基本上他整个党 都是不喜欢non-dom的 这个status 就是到时 还会不会有4年宽限期呢 是未必的 就是他随时是可以修改这些条例 但是现在你想一下 他现在在未开始大选 我们已经是日期都未有之前 他已经够胆说出来 说那两年的宽限期会没有了 是 那就是基本上他已经不在意 你那些有资产的人 投不投他票了 是 就是再讲得白点 就是他其实觉得自己是十拿九稳的 你投不投我票 其实都没有太大关系 我就拿硬那些议席的了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的话 到他赢了之后 他将non-dom status 完全一刀切取消呢 我觉得机会性其实非常之高 另外工党也同时讲到 他们一上任之后 就会投放550个million 下去这个HMRC税局那里 增聘人手 训练他们 提高他们的电子化过程 引入更加多的新技术 目的就是为了 是可以将 那个税收回来的收益 最大化的 虽然他说 开头是会有一个庞大的投资 但是他说很快呢 就会见到成效 因为就会有很多的 这些loophole close了之后 他就可以得到海外的税收的收益 包括是个人 公司 以及一些大的企业 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那除了non-dom 或者是这些inheritant tax之外 那其实第三个目标呢 就可能会是一些中高收入的人士 或者一些中产家庭 那些税收呢 也都可能有机会是增加的 其中一个有一个呢 我觉得 不是太uncomfortable 我听到就是说 譬如Jeremy Hunt 之前几个月呢 讲过一次 就说呢 是在Southwest的地方 如果你是在找一百千左右 那家庭的收入 如果一年收入是有十万英镑 其实是不算多的 他们都会 struggle 所以他才要提高个child benefit 令到 找十万英镑年收入的家庭呢 都可以享受到免费的一些托儿服务 是啊 那但是工党就非常之不同意啦 就觉得他是非常之离地啦 那我自己对 对Jeremy Hunt 这个人的评价呢 就放在一边先 但问题是 我觉得他就这样 讲这一个事例呢 我觉得是 都算上算贴地的 是啊 因为现在找十万英镑的家庭 他实际的年收入 其实只有六七万英镑 那你再除开十二个月的话呢 大概就是五六千英镑左右啦 就是五六万港元 那算是一个中产家庭啊 你可以当它 但是你想想 工楼用两千镑 那就是剩下三千多四千镑啦 跟着你生活费 就是吃开支都一千镑一个月啦 最少都 跟着又不见了一千镑 水电煤呢 只剩下两千 那两千多 跟着水电煤呢 五百啦 那就剩下两千了 还有车呢 油费呢 那里又要 MOT呢 你还没知道他的家人 有没有小朋友的 有多少个人要扣 未计小朋友 是啊 未计小朋友 那些车的开支那里有一千镑 那你就只剩下千多镑啦 是啊 那你想存钱 装修那些 或者去旅行那些都没有 因为你都是靠那一部分去消费嘛 我当你譬如一个家庭有两至三个小朋友的话 嗯 那其实你找五六千英镑 是叫做紧紧OK的 一个可以给 基本comfortable的生活 是啊 那你说他是不是很有钱 叫做超级high earner呢 我觉得就不是了 但工党的意思就是 他们是属于富友人士 那所以呢 因为他们是富友人士 他们就会是 计浪当 inheritant tax 这类型 之后剩下完了 他都还要钱的话 那就会向他们开刀了 就是你可能 你可以想象 找六万至八万英镑 即是六万至十万英镑一年的人呢 那他们就会成为这个高收入人士 而在 如果政府到时再要钱的时间呢 就会向这一群人呢 就是增加他们的水行 因为你如果说是一个人 譬如我一家人两个人找钱 两个都找十万英镑以上呢 那他就是一个高收入人士 我都认同的 那如果你说 通常一个家庭在英国 我没有姐姐的嘛 没有人照小朋友的嘛 那一定 几乎一定是一个不做事 一个做事的啦 如果是两个做事的话 就会很吃力啦 如果不是你都不用 加他的孩子的利益 因为就是要 给人可以免费去托移 那两个人可以出去赚钱 你要将那个人力资源 可以free up 他 然后给他出去赚钱 但如果你这样做不到的情况下 一个家庭 都是得六万镑 至十万英镑 一年的收入 你只是靠那一部分的 那你和香港人来很不同 香港人其实是很大部分的 可能都买了楼 然后他不需要供楼的 他住那里已经解决了的 另外可能他那个 就是开支方面呢 他也都可以有所缩减的 英国人他本身没有什么 储蓄习惯的嘛 他见到东西漂亮 他就要买的嘛 他见到餐厅 他一定要喝红酒的嘛 就是他会降低了 他的生活质素 但是当然啦 这个你要心理的调整啦 我自己就不觉得呢 你是加税 就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经济的 就是加税 是不是就会令到国家的经济好呢 我觉得不是啦 因为你会大大碎弱了 那里的人的消费能力 他没有了消费能力的时间 其实很简单的逻辑 你不用懂经济的 那我不消费了 那那些店铺就熬不住了 那些店铺就熬不住了 那些店铺就熬不住了 你又要赫去重税 他就没得消费了 他又没钱赚了 他又没得消费了 那他做什么要做那盘生意呢 那他就倒闭了 那他倒闭了之后 那那些大企业 看到那些商场又刺的 那些店铺也做不住的 那他们就不来投资了 然后你海外那些人 你一进来的那些钱 就全部都要抽他 100%的税 那他就不拿来 那他就不拿来 那他甚至乎不在那里投资 那所以 这个究竟是不是一个好的做法呢 还是 就是把那条毛巾扭到最干 最后那两滴都被你拿出来 那之后那怎样呢 那条毛巾干干干干干的时间 你怎样令到那个市场是活跃了呢 那真的要看他怎样做法 还有第二样东西 我最大的问题就是 当工党上台 好了 你告诉我你要抽税 ok fine 我知道现在政府是 不是很有钱 那也有很多问题要解决 譬如NHS的问题 学校的问题 你不够资源 建楼建不够 那些人上不了车等等等等 或者一些治安问题 那你的投放资源是对的 没错的 那这个问题就在于 你是不是真的用得其所先 就是根据过往的经验 是吧 你那些什么 罗宾汉能源 就是你去投资错误了 又或者什么 同工不同酬 你的的士啊 那些的士啊 300磅去接一个小孩 一天只接两转 然后去赚你几百磅 然后呢 那张order呢 就是一次过就接了你全部功效 你给你的小朋友的 每一架的士 每一个人 然后他只是接那单 一天就可以赚你几百磅了 那那些地方 你是不是会控制呢 如果不是的话 那我多多钱 你都不够花的 我最大的关注是什么呢 就是 你会没有了向上流动的欲望 就是比如我 如果我是刚刚出来的 做事的 但是我年年过税呢 都加的 那我做什么要赚那么多钱呢 那我找回小一些 就是我做多了什么 我取得更加重要的职位 管多了更加多人 但是我实际的收入 同我在下面做 听额 打根指示 朝九晚五 下班拍拍lok 那个人 那他找的工资 是一模一样 甚至乎可能还要少一些 那么我何必要牺牲呢 就是变成不是一个多奴多德的社会 作为一个年轻人 你会不会希望 在这样的社会的地方去工作呢 我都想有出头的一天 我都想每一个人都会希望 我将来可以赚多点钱 我将来可以做一个成功的生意 或者我可以做一间公司的管理阶层 然后可以给到我家人舒服 舒适的生活等等等等 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欲望 就是打机 很简单 打机你都会想升等级 儲点漂亮的妆 他现在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升不到 跟Diablo 4是一模一样的错误 Diablo 4 如果大家有玩过就知道了 一开始有很多人玩 全球最暢销的电脑游戏 伏一声一个月内 没人玩 只剩几千人玩 为什么呢 他有一个最败北的设计 就是无论你角色升的level有多高都好 那只怪物都是这么难打的 就是我在level 1的地城里面 打完之后我升到80 level了 我回到level 1的地城打一只怪 你应该秒杀他吧 不是的 那只怪跟你一样这么高 再高你一点点 就变成你完全没有成功感 在那件事里面 那我躺平就可以了 我会放弃 是的 我要么选完全不升level 要么我就放弃不玩了 那你现在其实是同样的情况 因为变成我没有向上流动的欲望 还有你这么大的基数是市民 就是因为你发放这些benefit 这些福利 就是低下阶层你给他很多福利 然后你就希望他得到他们的支持 那下届你就继续做下去 你现在扩大这个基数 越来越多人就是靠这个benefit 然后说好啊你给那么多好处 我那我当然支持你继续做多一届 那越来越多人加入这个行列 是的 我们都加入了 是的 你就变成很多人支持 但是问题是你支持你那帮人 支持你不住 是的 那有一天会阴干你的嘛 就是我觉得他现在想推出的政策呢 他讲那么多那些 我们之前讲过他的政光里面的内容 我就是担心会发生这件事 再拿打机来做例子 譬如我想存保密的 那我很努力打这些怪 就希望他会掉一些劲的东西出来 掉一些劲的东西 那么我全身漂亮装备 那么到时我就横行世界 就是大家打机都是为了这样的 是的 他掉极都掉不了的 但是呢 他有一个机制 他每个月都会定期发放一些宝物给你 人人有份 永不落空 但是个个都一样 是的 个个都是那些东西来的 就是个个都是那个装备 个个都是那把剑 那我就不用打了 是不是 你是不是都给我一个 是的 我付出努力去打那个装备的时候 我掉不了任何东西 但是每个月定时定后 你都会发放一堆东西的 低级的那些就会发放一堆东西给他 那么我做低级的就行了 我不用做高级的 我为什么打得这么辛苦呢 虽然我对保守党 也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 那他们当然也有很多威威威的东西 但问题就在于 他都在表面上是积极减税 去刺激经济 刺激我们去努力做事 然后得到一个相应的回报 是 很刺激 但是工党给我看到的政策就是不是的 其实你硬努力 你越努力我就越拿得你禁 你越不做事那些他就越派多一些福利 那么我自己对于这样的政策 其实就不是太过认同了 我不知道大家怎样看的 但是因为我自己都没经历过工党的 所以其实我心里面是有点不安的 因为我出来做事 就已经是保守党执政的年代 一直到现在是没有变过的 我小时候那时候 你很小时候那时候有经历过 感觉不到 但是那时候的经济环境 也都没有现在那么严峻 就是现在的经济环境是比那时候严峻 但是有十几年来 都没有经历过工党管治下 究竟会是怎样的呢 其实里面是有很多不确定性在这里 我们现在纯粹都只是猜猜 我不是说工党上来 就会变成我们刚才说的那样的环境 我们都不可以百分之百肯定这件事 但是就从他现在都没开始选 就已经有这些公布措施会实行的时间 我就有点点担心了 就是喂 你选票都没拿到手 你就已经那么有信心公布定这些东西 那就是你 你摆到明 就是想走那个方向而已 就是我自己是这样认为 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我的说法 不妨都可以在留言留言告诉我们 那这些节目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欢看我们的影片 记得like share subscribe 按下小铃 那就知道我们下次什么时候出片了 下集再和大家见 拜拜 拜拜